Timothy 也有問7000的業績展望如何 另外Simon Chook 也想問 企稳300元樓上未現價買的話 可以上網多少呢 他現在未有貨的 問你建議吧 是 我想業績來說 其實預期未必特別好 當然是8月17日才出業績 但因為它的業績其實也在反映 對上那季或者對上半年的情況 正如剛才也說 整個內地的情況 在過去半年特別是第二季開始 因為疫情都比較嚴峻一些 所以對於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而且以同訊來說 本業都是集中在遊戲為主 但是過去這半年暫時見不到 在遊戲那邊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反而見到政策的一個因素 仍然是有點收緊 而且你看到過去的版號 也沒有特別有它的份 所以這個業績 大家這次都不會有太大的憧憬 所以我想炒業績這件事 就真的未必太建議 其實過去這幾次的業績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就算要部署 都要等完才去看看結果是怎樣才考慮 而以來 我想除了業績之外 其實騰訊近期的勢比起壓力好 其他身經濟股還要弱的絕因 其實都離不開被減持的憂慮 即是Nespas南非大股東的減持 我想最大的問題都是那句 就是減舊味減多少和減多久 這些全部都是沒有答案的 雖然形成有個價 雖然說這幾天會彈彈一些 但是因為這樣說 就算被人說沽 不會說真的不能彈的 你掉到上下一些技術反彈點都有的 但是問題是否等於這刻就已經解除了 剛才說的那些的憂慮 我想真的很難說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說 你說入我自己覺得特別是短期 因為很多人可能想預訂一個短炒 如果這些我就真的未必太建議 因為你短線預算的價格 都是比較反覆的 或者可能突然間會有跨跌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用一個 沒有貨是很坐貨的心態 肯坐很久很久很久的 那你說這些位300元左右 有我覺得買住一住 我覺得OK的 如果這樣說慢慢加些 我覺得就不完全反對 所以我想要真的看自己的策略是怎樣 但是如果真的從短線角度來說 未必有太大的一個上網空間